閃 gediva gift 這就過了一個週份了 Hello 我們終於到Ryel Hope 你看看我身後就是一個椅子 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們現在出發了 我們終於可以找一個機會我不戴口罩了 Tony說說話 Hello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叫做New Hope Rail Road 你看看我後面 有點像大埔區的鐵路 博物館 這個 都挺漂亮 我們現在其實要去哪裡呢 很荒蕪啊 這裡 等一下是一個攤位 我們不是這裡駕車 待會我們到那裡 近來的河 那是河 河 河 很明顯 你能看到所有車廂 所有車廂 哦 OK 我每年做車廂 這是一條路 我可以看到 看到河 我們剛才開車大概一小時就來到這裡了 你看到我身後也是一個很舊很舊歷史的火車 剛才我們進來開車的時候 那個人問我們 你要不要坐這輛車 如果要坐的話 就自己上網訂 因為呢 上網訂 最遲 不是起班車 就5點了 但是呢 它的 admission fee 真的很貴 整 40元 我看上網說40元 有人說35元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就坐45分鐘 那我看上網也都說 然後呢 這裡 發生意外 他們在這裏 有一些 有些 昆蟲 走到上面 對了 這樣 嚇到我 發生什麼事 好 好 他們可能有點昆蟲 現在這些夏天呢 特別多昆蟲 對了 說回來我先說到哪裡 對了 那40元 不過他們說呢 秋天來呢 會特別漂亮 因為全部都變成了楓葉 我看上網真的超級漂亮 而且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租這個火車的話呢 特別漂亮 就是 它竟然是 可以給你 Birthday Celeration 和有 結婚的時候呢 都可以來這裡 去慶祝 這樣 那價錢我猜應該都 不少 你想想 入場費都要整 40元美金 嘩 真是好慘 都沒辦法了 因為 美國就是要靠這些來 去生存的 你都知道 對嗎 那好了 那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待會我要跟他拍照 先 你喜歡圖嗎 圖嗎 圖嗎 圖 圖 圖 喔 謝謝你 說他呢 給了一個地圖 我們 喂 但我一隻手看不到 好了 給你看看 不是這裡 是兩個針 好像很光亮 應該 等一下我 再給大家看看 哇 真的很大 哇 這裡有得玩飛機 哇 有得玩熱氣球 都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得玩 現在這樣的情況 對 是不是一直直走就是了 送你 左邊還是右邊 這裡就是我們剛才說 要搭45分鐘的火車 這裡現在即將開發了 剛才我都說 如果你要去坐火車的話 就一定要大概給40元的美金 整支 是不是很酷呢 很棒啊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搭 因為實在我覺得很貴 哎呀 開始了 開始了 我們現在見證了 開始 開始 開火車了 來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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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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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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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很多人搭 願意都給40元美金 我想真的值得和好玩 好吧 正 如果有機會我想再來一次 嘩 聽不到 如果有機會我想再來一次 你看看這裡 這出馬 超漂亮的 不得了 還沒有剝剝皮 好像身處牛仔餐 嘩 好漂亮啊 你看看 超漂亮 好像大香來的 不得了不得了 你看看這裡 你看看這裡 是不是很漂亮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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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漂亮 天啊 超漂亮的 天啊 超漂亮的 真是一個打卡的地方 即是你不進去都 拍一下照也好 對不對 真的很漂亮 我買麵包 我買麵包 那邊 我買個麵包 吃 但這間很大 我想說 上次我來這裡吃東西 哇 買個超大麵包 然後變成好像 砂糖 好 好好好 OK 這間叫做 中粒 對 對 其實我已經在澳洲吃過了 不過就吃他們的雪糕 吃他們的甜品 在這裡喝咖啡 上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Tony點一個叫做咖啡 我想試當地咖啡 他不是帶我來游泡 他就帶我來這一間 誰知道我點了大麵包 他竟然給了一個 極大的咖啡給我 Oh my god 然後我就想看我餐廳有沒有看錯呢 原來不是 原來都是大麵包 不過我告訴大家 當你去到美國的時候 千萬不要亂叫 你要看清楚你喝多少 你最好叫小或是median 因為小就等於median median就等於大麵包 大就等於jumbo 所以是horrible 你一定要先看清楚 好 我們現在先等一下 剛才跟大家說 有些尺寸就是這些 看到嗎 有small 有median 還有large 上次我就點了large 因為香港的large是很小的 等於這個median的size 為什麼我點了large 我一拿起上手就 嘩 叫jumbo 然後我就好後退 以後不再這樣點了 看清楚size 否則就真的oh my god 好了 我們終於點了一杯咖啡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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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街上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原來現在點一杯冬飲 是可以真的解渴 因為實在太熱了 好美的文藝品 哇 超美的 原來這個店叫做 general store 很棒 很棒 我終於感覺到自己好像放假了 但是我這樣戴著口罩來拍攝 喝著一杯咖啡真的有點奇怪 不過我不管了 因為實在太太久了 好像沒試過這樣在街上 看到一些人流 之前好像死氣沉沉 現在開始有些人流 這裏賣珠寶店 而且你看到他們很有特色 他們的屋頂都是瓦磚 然後他們的屋頂又小小的 不要小看他們 那些設計真的很漂亮 窗子很像以前的計王 英文室的感覺 還有燈也很漂亮 唉呀 我們就在鎮上面走一轉 所謂的鎮就是只有一兩條街 然後讓你走 然後呢 你就走一圈 你喜歡購物 好 我們來到這裏購物 很棒 它全部都是自然的 還有它是自己的手 你看到全部都很漂亮 很棒呀 當然價錢不同 但我很喜歡這股香味 你看看 我連洗頭水也有買 你看看下面還有鴨仔 好了 這裏就是Jersey 這條就是Panasol Pana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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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過了一個週份了 好冷啊 好不容易不戴口罩 好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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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我們是不是已經過了New Jersey 其實New Jersey 和Panasol Panasol 很近 只是隔了一個週份 上次我們去的地方 隔了一條橋開車過去 而這裏就是走路過去 太神奇了 原來去一個週份是這麼近的 我們終於到達了New Jersey 好漂亮啊 這裡的鎮 這個不是鎮 已經是鎮 已經是鎮 不是,是一個州 你看看 好嗎 對 這就是鎮 好嗎 是 我們很幸運,因為每個州份,每個州長都有不同的決策在餐廳吃東西 新加州已經開了餐廳吃東西,但廢城要到下星期二 來到美國就是這樣,所以去旅遊之前要查清楚不同的州份不同的規矩 不可以干犯不同的州份的規則,不要以為是可以做的,而新加州就可以做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來美國旅行的時候 一條河很開心 你去旅遊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玩法? 有很多沙灘 啊,在旅遊有很多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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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想沙灘,但實在太軟了 而且這幾天太熱了,太曬了 我已經曬黑了,我回到家發覺我已經曬了兩次 因為我衰到忘記塗防曬 不過說真的,就算塗防曬都沒用,因為很快都會曬黑 這裡的紙外漸超強 如果你拍曬的女孩子來到美國,麻煩你多塗防曬 不過你不要找回華人那些 因為華人做的防曬是沒有用的 不會出雀斑的 只是不會曬到凍了,不會曬到傷了 但是都會變黑,變了銅色的膚色 所以來到美國,一定要用防曬 一定要找回外國的防曬 好,我們終於完結了這個 我們來到Panassolvania,去到New Jersey 這條橋就是... 一條橋就通往兩個州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先開車來到Panassolvania 然後再到New Jersey New Jersey 剛才也說了什麼呢 New Jersey最有名的就是沙灘 如果大家很喜歡沙灘和油水的話 不妨來到New Jersey 你要開車大概兩小時左右就會到達 不過麻煩你帶鼻子防曬的用品 因為這條實在太曬了 好了,我們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這裏有一個地方 不知道是有些餐廳吃的 但是下面有River,我們想逛逛 還有我看到一輛火車很古舊的歷史 雖然它自己是單靜出來 好像被你拍照一樣 但我都覺得挺美 給你們看看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火車 這裏就是play house 這裏主打就是看著那個河景去吃東西 但因為未正式開放 所以全部都變成在外面吃東西 好美啊,這裏 OMG 我們來到這個河 這條河 我不知道英文怎麼讀 好美啊,讓我先檢查一下 這裏對面就是New Jersey 這裏我們就是Panisovania 美國很大,有五十幾個州份 你都知道,你要開車才可以玩 你說做一個Local Tour 可以嗎? 不過現在應該還未開放 開放了都很貴 對,因為你這裏給成二千元美金 或者幾百元美金 你都覺得不大 所以如果你一班人朋友來到美國 一定要租車來自駕遊玩 你看到身後 其實這條河 就是我們剛才從這裏的地方 Panisovania 去到這個New Jersey 我覺得挺有趣的 上次 Tony就帶我去某個Pier 那裏就拍照 就是那條橋 就可以去到這個 又是New Jersey 但今天呢 都說是開車 這次是走的 我覺得兩隻都不同 而且我覺得這條河很美 很舒服 而且最重要是這條河 你不要看它的河是綠色 你看一下 其實都幾乾淨 至少你看到沒有什麼垃圾 最多是樹葉掉了下去 我猜到這裡都是玩水上活動多 而且今天天氣真的很熱 我有個提示給大家指教 如果你有個冰箱 最好把水放進冰箱裡 當你頸殼的時候 就不用特意去7-11 或者去那些mall買 因為美國實在太大 你根本沒有可能 無端端說很頸殼 然後就自己去購物 沒有的 這裡全部都是草草樹樹 所以你最好有兩種準備防曬 一定要有 帶水 而且這裡買水是很貴的 所以如果你要的話 最好安裝幾支水 就放在車上 一頸殼就喝了 讓大家感受一下這裡的環境 今天一集來到這裡 待會我們會去農場 留下一集再跟大家說 今集請大家給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也留言給我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動力 我希望大家做好我的影片 分享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美國費城這一區 或者這個州份有什麼玩 請你留言 我們盡量在這個疫情之下 帶大家周圍去見識一下 好了 這個時間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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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